最近在中国西藏出现了一种黄金神兽 体重800多公斤 毛长40厘米 稀有程度堪比大熊猫 看到画面后全球惊叹 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 有着数不胜数的奇珍异兽 唯一有一点可惜的是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 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越来越多的动植物数量锐减 渐渐变成了宾微物种 庆幸的是 我们国家很早之前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一直都在全力保护动植物 提起西藏 去过的人可能都会产生点高原反应 毕竟那里的海拔高达5000米 一般人还真的难以适应 气候寒冷加上氧气稀薄 所以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 除了部分原住民 几乎很少有其他人类居住 但偏偏就在这样广袤的冰川上 生活着一群黄金神兽 外表完全跟普通野猫牛无二 可为啥它们身披金色毛发 这些神秘的野猫牛究竟是基因突变 还是其他物种呢 一开始发现这些身披金甲的猫牛 的是西藏当地的牧民 它们在放牧的时候 偶然间发现了金色猫牛的存在 金色猫牛从名称上也能知道它的特点 不同于一般猫牛 金色猫牛的皮毛是金黄色的 当地牧民也是管它叫做金丝野猫牛 金色猫牛就像是猫牛中的皇族一样 甚至在当地有很多传说 金色猫牛曾经是天神的坐骑 他们天生就是神的使者 因此金色猫牛数量才如此稀少 就像是我们看小说一样 小说中某某兽族的皇族 往往都是金色的 颗外具有特殊性 据当地牧民回忆 这种猫牛全身上下都是金黄色的毛发 下摆的毛发大约40厘米长 在阳光的照耀下仿佛披上神圣的金光 令人不敢靠近 由此 当地的藏族人民也将金丝野猫牛奉为神牛 金丝野猫牛体长2.5米 体重高达1600斤 主要生活在海拔5000米的高寒地区 虽然外表看起来跟普通野猫牛没什么差别 但实际在身体构造上还是有区别的 它们的腿比一般的野猫牛更加的短粗 四条腿看起来十分强劲有力 这是为了能在冰川上更好的行走 另外 由于长期生活在氧气稀薄的高原上 所以它们的气管也比较短 而为了适应生存的需要 它们血液的血氧能力也随之进化的更加强悍 除此之外 它们能在零下4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长途跋涉 只为了在植物稀缺的羌塘高原上寻找食物 这样忍耐性十足的动物在自然界也是十分稀少的 特别在如此极端的条件下 更是没有什么物种可以直接跟它干架 从分布来看 金丝野猫牛体身于西藏羌塘高原上 海拔4000米到6000米的冰川之中 并且仅在西藏阿里境内的少数无人区中分布 通过野外调查研究 生物学家们表示 这种金丝野猫牛的数量应该不足300头 而且是仅在我国存在的 极其罕见的稀有宾微物种 可以说 这种黄金神兽在我国保护动物中的地位 绝对是名列前茅了 既然发现了黄金神兽的存在 自然很快就有科学家介入调查 为了使它们得到更好的保护 相关部门也在当地建立了 金丝野猫牛的自然保护区 将这仅剩的300多只金色猫牛 给好好的保护起来 以免它们的数量再度减少 最终灭绝 不管金色猫牛和猫牛是否存在亲缘关系 总之 如何保护才是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但是 生物学家们对于金丝野猫牛的来历 还是一头雾水 究竟这种生物是普通野猫牛的变种 还是全新物种呢 金丝野猫牛除了皮毛 与普通野猫牛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 其体型和外表其实看起来差不多 2014年时 中国林业科学院的专家 就专门对它们的遗传基因进行了分析测试 最终发现二者确实存在着亲缘关系 不过遗传代沟也很大 所以 对于金丝野猫牛到底算不算野猫牛的亚种 科学界一直议论纷纷 对于金丝野猫牛的来历 目前主要分为两派 一种认为金丝野猫牛是野猫牛发生了基因突变而产生的 另一种则认为金丝野猫牛是一种全新物种 那么 究竟哪种猜测是最有可能的呢 生物学家们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也做了大量的研究跟探讨 的确 在资源界中 动物的基因突变是最有可能导致毛发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像是出现在我国的棕色大熊猫白色的蛇和白象等 它们都是由于某个基因发生突变之后改变了自身的颜色 但是在生活习性和饮食习惯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而这跟金丝野猫牛的情况对比又十分符合 所以 刚开始生物学家们对于这个猜测是深信不疑的 直到DNA检测技术问世之后 国内的科学家取走两种动物的毛发进行DNA检测后发现 金丝野猫牛最有可能是野猫牛的一个亚种 也就说虽然金丝野猫牛跟普通的野猫牛之间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 但实际上它们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 长期受到一些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使得它们在形态上发生了改变 生物学家们猜测可能因为金丝野猫牛长期生活在高寒环境中 所以种群的毛发才开始慢慢变浅 又或许本来的野猫牛就是金黄色的 只不过随着种群迁移慢慢才变成黑褐色的 至于究竟是如何演化的 相信科学家们未来会告诉我们答案 但就目前来看 保护好金丝野猫牛种群的生存环境才是至关重要的 从现实情况来看 金丝野猫牛似乎并不想让人类干预它们的生活 所以险少会出现在人类的视野当中 再者和野猫牛一样 这种猫牛也是出名的暴脾气 对于进犯它领地的人类往往不会给好脸色 要知道金丝野猫牛重达800公斤的体位 以及坚硬的牛角可不是吃素的 就算是人类驾车与其偶遇 它们也敢冲上来顶撞车 这时如果不及时掉头的话 车辆很可能会被它们顶翻 所以专家认为 我们不应该因为对金丝野猫牛的金色充满好奇心 就擅自去打扰它们平静的生活 再者 这些生物现在全球都已经不足300头了 已经算是极度宾威的动物了 为了能让这一抹金色留在人世间 我们也不该去围观它们 不过专家指出 它们依旧很担心金丝野猫牛的近况 毕竟它们与众不同的金色皮毛 可能会让其成为偷猎者的首要目标 在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的情况下 金丝野猫牛的金色皮毛 会为自己招致杀身之祸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 以及牧民的过度放牧 使得金丝野猫牛的食物越来越稀少 这也是加速这种黄金神兽 濒临灭绝的重要原因 除了这些之外 科学家还发现 气候变化正在影响金丝野猫牛的栖息地分布 由于人类活动加剧和气温升高 许多传统栖息地面临不适宜生存的困境 若无有效保护 该物种的存续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遭遇严重威胁 其DNA结果和栖息地研究 保护金丝野猫牛的呼声日益高涨 我国已在其主要分布区建立季节性进木区 以保护其自然繁衍 然而目前种群数量仍微乎其位 仅200头左右 保护工作仍需持续不断地努力 那么在藏民眼中 这一神级物种又代表着什么呢 金丝牦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牦牛品种 它们全身长满淡金色的长毛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非常惹眼 据说一万头野牦牛只能出生一头金色个体 野牦牛通体金黄 犹如活生生的金的制成 其力大无穷 一脚能顶翻石头公牛 野牦牛虽性格暴躁 但遗族依然视其为护有之神 遗族鲜明居住在青藏高原边缘 为了适应这里的严酷环境 它们虔诚地崇拜着强大的金丝野牦牛 在遗族语中 牦牛被称为击打 在它们的图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传说中 曾有金丝野牦牛突然出现 救了迷路的遗族猎人脱离险境 感激之行促使遗族更加崇敬野牦牛 金丝野牦牛的传奇也体现在对财富的预兆上 相传看到野牦牛讯息极详 找到它踪迹的猎人能有一番大悦 因此遗人盼望邂逅这头神牛 以获得上天的眷顾 遗族认为金色的野牦牛代表着神的力量 它那稀有的金色皮毛和强健的体型 使它成为山神的化身 在藏民的眼里金丝牦牛是山神赐予它们的馈赠 能给它们带来好运 藏民也是金丝牦牛为吉祥物 它们出现的地方就代表着那里会昌盛繁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